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乎 コンネクティブ 气球 截日剥裂面型 截日剥裂面型 截日组织为什么会剥裂面型呢 我一怀个头他会知道了 截日组织人身 他整身他并没有坏事 他还有细胞害 那么他有血管 但是由于截日组织人身 反复织人身 那么他的血液供应不好 那么胶原腔物的肿脏 胶原腔物的肿脏 胶原腔物它缺血缺氧 腔物的肿脏 互相胶脸 融合在一起 变成红蓝面 一片没有结构的物质 那就是玻璃的物质 我们看看 看这里 你看 接着人身 真身以后 如果由于缺氧 怕胶原腔为肿脏 互相融合 胶原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红蓝的 没有结构的 这样均质的具质物性的物质 这个情况 这就是玻璃的物质 这就是中北京看看 给大家清筹一些 清筹一些 好 这是它的 最上限的部位 有八肯走之玻璃变形 神小修 玻璃变形 等等等等 这一些 那么呢 那么在老年人 它可以有些 尾瘦的膏弯 蓝钞也有玻璃变形 等等 这些都有 那么还有 习惯走之的玻璃变形 习惯恩华 肥羌文华 钢恩华 这也是玻璃变形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呢 所以玻璃变形的病变 就不一样了 永远是 没有玻璃变形 怎么样 让它开心 我们不一样了 好 细胞的波变 在细胞里面出现了红染的 均质的 这样剥变的物质 我们称呼细胞的剥变 最上线的就是 麦娜斯小企 或龙苏是小企 这是现在考试的 麦娜斯小企 或龙苏是小企 那么 什么时候麦娜斯小企呢 是指 肝细胞里 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以后 是肝细胞里面出现了这些红染的 像玻璃一样的 这样的大模样物质 这实际上是为师为管走成的 如果我们 不及时的喝酒 那么得它会慢慢恢复 如果即使这样 它就慢慢地 扩大慢慢 扩大慢慢 结果 这个细胞里会死亡 就不扩你了 大家想想 肝细胞 你反复酒精中毒 反复变形 坏实 那么 它将来要不能修复 枪会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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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肝着就肝跟变 变得跟变 变得跟变 这就是麦娜斯小企 由你酒精中毒 导致肝细胞里面的 剥变变形 细胞内部变 出现了这些红蓝物质 我们称为麦娜斯小企 这个搞清楚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将细胞里面的 路说是小企 但是本来将细胞里面 它要分泌在免疫球蛋白 结果它没有分泌出来 没有分泌出来以后怎么样呢 它就粗流在里面 这就是细胞的波变 这叫做路说是小企 上进 漫星炎子里面 出现了这样一些改变 这样一些改变 好 再来我们看一看 细胞 细胞 细胞的波变变形 Alture of digitalization Hining 倒酿过来 Hining digitalization of art 西东梦文化症 西东梦文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高学牙 唐瑶宾等原因 它的西东梅持续尽难 那么高学牙的时候它的西东梅精难 它举目的缺血缺氧 一缺血缺氧以后 那个西东梅的内膜的通通性的增强 薛酱蛋白摄入到内膜下 凝集成玻璃氧的物质 玻璃氧的物质 玻璃氧的物质是蛋白质啊 蛋白质的凝集物质是玻璃氧的物质 这么个情况 那么再加上缺氧的时候 它内膜下巴增多的寂寞样物质 这样一在缺氧的时候 它内膜这样的寂寞样物质增多 因为缺氧的时候 内膜通通性增高 薛酱蛋白满渗透到这一个血缺病里面 这两者加起来 肴动脉变厚变硬的 植物品坚韧的 不是 它是一个蛋白质 沉浸上面的 实际上这个血缺病很脆 容易破裂 容易出血 这是一条 这边的血缺氧变小 狭窄了以后 它血液供应不好 那么呢 永远老化 永远人们的变形 永远有尾瘦 永远请我们注意 你看 这个皮小气 中央东北 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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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它没有这么厚的 枪扁这么小 这么小的 是吧 这么个情况 你看 这个我扩大点看 这样的 好 下面我们谈谈 在国序 五年之后 我们一般不知道 现在我们也把它写了 尿库的 第一 见到这些 粘氧变形 我们前面讲了几种变形 下面我们讲一讲 粘氧变形 什么叫粘氧变形呢 是指 尖子里面粘多糖 和蛋白质的虚迹 或者沉迹 这个我们叫粘氧变形 粘氧变形 上下的部位 你譬如有些 尖叶性的肿瘤 它里面有很多 这些粘氧变形 这些粘氧变形 风势变形变 都没有中央工华的帮款 夹帐相供的 几下的时候 有粘氧水种 这些都会产生粘氧变形 那同学们就会问 粘氧变形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粘氧变形 这些粘氧变形 这些粘氧变形 粘氧变形 这也是粘液成绩 这就是粘液成绩 它这个上线力主要是总之 隆眼看是透明的 好像焦东一样 相同形象就是一些难舍力 而且有点是难舍力的粘液无资 它一般是可力的 但是如果接触它真身才厉害 人家习惯它的温化 它就会变成不可力 要注意这个问题 降肤炎免疫情 Amyloid的肩脑炎免疫情 就是说降肤炎免疫情 也是在轴子里面 有降肤炎免疫情 蛋白质和粘液上第一场神迹 降肤炎免疫情 降肤炎免疫情有特点 它软色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 H2软色它是淡红色 但是降肤炎免疫情 它是虚红色 而且降肤炎免疫情 我们虚红色 然后遇到点以后 它变成中火色 我摘有吸流酸 它变成蓝色 所以这个软色很有特点 你看这些淀粉炎免疫情 巨红色的 很好看很漂亮的 淀粉炎变形 这样它是软色特点 那么淀粉炎免疫情 将来以后 你们上的医护学期的时候 有淀粉炎物质 曾经引发的一种疾病 它封为原发性与激发性 传世性或聚焦性 你比如传世性的 原发性的 主要带于血清理 二免疫情的清廉 它累积的肝神皮和心 激发性的 这些老年人有满心炎症 还杰和鸣 某些肿瘤 肩脂里面都有 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还有聚焦性的 激发性的 这些我就不想讲的 这个以后你们要上课的 还有一个 比你去摄瘦乘坐 比你去摄瘦乘坐 大家知道我们摄瘦 那么体力原有的摄瘦 核摄瘦 紫荷摄瘦 这些摄瘦 还有些人纹身 在外面那些摄瘦 也可能有的 那么 病理性摄瘦乘坐 是有时而不是在细胞里面 活跃了异常成绩的现象 所以我们内原性的 海底血黄瘦 紫荷瘦 黑色瘦 外原性的 弹层 灰层 纹层 纹层 这些东西 那么呢 我们首先讲一讲 寒天血黄瘦 你们要不要记得吧 我们集体 如果终于出血 有红细胞跑出来 就吞噬 吞噬 吞噬以后 它就会变成寒天血黄瘦 所以 寒天血黄瘦 就是由菊石细胞 吞噬到红细胞 或者血浆蛋白以后 通过溶解胃的作用来消化 结果 血黄蛋白的铁 与蛋白之间的HURS成为 金黄色的和中黄色的 这些颗粒的物质 具有折光性 这就是 寒天血黄瘦 你们将来 学病理学下一个章节的时候 学习情况 慢性腐移瘦 心衰的时候 他的腐移瘦 那么寒天血黄瘦 要看这个 所以 比如拘捕鱼瘦 除血 这一部位 都可以见到 特别是左心衰竭的肥瘦瘦 那么 吞噬细胞吞噬 红细胞 使它变成了寒天血黄瘦 都可能 这就是肥瘦瘦 肥瘦瘦 它一除血 吞噬细胞 然后 产生作用 它变成了寒天血黄瘦 这就是 我们可看它 这个叫做心衰细胞 鱼瘦瘦瘦 鱼瘦瘦瘦 是心衰引起的 心衰细胞 其实心衰细胞 它有特殊意义 什么特殊意义呢 在你的肥部里面发现了 可能是心衰引起的 但是 在任何其他地方 你只要准备事物上 打一拳 再把你给我出圈 吞噬鱼瘦瘦 我吞噬 就会变成寒天血黄瘦瘦 这不就是心衰细胞吧 所以这有区别 这是一个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好 脂活瘦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心肌萎瘦 是心肌萎瘦 脂活瘦 它们萎瘦的时候 它怎么样呢 它有些融尾体 知识空泡 融尾体来消化它 消化不了 是融尾体的残存小体 这样的 这叫脂活瘦 逆破腹水 它是细胞实体 知识融尾体 不能消化的残存 残存小体 上下的部分 你脑年性的 云氧不良性的 或满一些消耗性疾病的 人家干细胞里面 这个 心肌细胞里面 或生育细胞里面 可以见到 所以又成为脑年性摄瘦 和消耗性摄瘦 就是这个道理 为瘦 有些脑年人 我说这里 那一半 这一半 为什么摄瘦那么多 那实际上都是一致 和脂活瘦那些东西 你看 像我们看到的脂活瘦 是心肌的 都有的 它就是尾瘦的表现 尾瘦的表现 核瘦 大家知道 有核瘦细胞产生的 核瘦细胞产生的 核瘦细胞产生的一个东西 在身上的存在 我们的皮肤 毛发人员 其他也都有 但是人的核瘦 它活瘦是受垂体 实际上的咸和咸咸 等极手调控的 在病例上 传细胞产生 身上的皮脂功能下痒的时候 譬如 埃瘦细胞症 这个人身上的皮脂功能有下痒的时候 埃瘦细胞症 他这个皮肤的时候成座 你要注意 这个人皮肤 那么多核瘦都成座 你要考虑他 首先考虑他身上显示 这个皮脂有不有问题 是肿瘦呢 还是什么微瘦 什么炎 炎脂上变流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那些黑脂 瘦细胞症 都是这样的 这里我提醒一个问题 有一个鱼孩子 那么呢 他这个脸上一个脂 他总是恨他 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挖掉他 然后扣掉他 扣掉血就满面 他非常烦 这种人刺激他 反复刺激变成瘦细胞症 对我去核瘦细胞 那一张瘦细胞 那一张瘦细胞 就没办法了吧 所以或者这瘦细胞 就死掉了 到处转移 这个也就是主义 不能慢性刺激的 我跟你讲 很多的慢性炎症 要引起我们当医生的主义 现在很多慢性炎症是癌性的病 你指尿不好 他可能就变成癌 所以这个关系非常明确 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下边要讲病理性改化 病理性改化 什么叫病理性改化 感言病是沉浸在哪里 沉浸在骨头和牙齿里 感言沉浸在骨和牙齿 以歪力软走进你们现象 我们成为什么 病理性改化 感言本来沉浸在牙齿里 沉浸在我们的骨头里 它沉浸在骨头里 它沉浸在骨头里 在外面这些软住的地方 我们成为病理性改化 这看见就这么简单 形态学的改变 容颜来看 灰白色 活力装的 像石头一样的 而选无几习下边 选无几习下边 我们做一个缺片简直 缺片 它要脱改 有时候你要脱改 这样一些活力改变成座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主要为凝酸改或痰酸改 那么它的分类 云阳不良性改化 或转移性改化 要注意 不是云阳不良引起的改化 要注意 是否叫云阳不良性改化 是指改变成绩在变形坏实 即没有生命物质里面的现象 我们成为云阳不良性改化 改变成绩在变形的 不良变形 其他变形里面的变形物质里面 组织里面 存在一个坏实的时候里面 已经没有生命物质 哪些没有生命物质啊 血种有不生命物质啊 血酸有不生命物质啊 血酸有不生命物质呢 死掉了 以后它改变成绩 这就是说云阳不良性改化 是指改变成绩在变形物质里面的现象 我们成为云阳不良性改化 还有一个转移性改化 就是指 由于某些原因 导致于血改 血酸增高 改变成绩在软移性的现象 哪些人呢 加上跑鞋功能底下啊 我心肚肉破坏股脂啊 是吧 这样导致怎么样呢 转移性改化 就是 血改 血酸增高 改变成绩在软移性吗 那我们成为转移性改化 结果会影响 少量的改变成绩 它可能不影响 不影响 但是呢 有时候很难消退 少量的它可以消失 一般的说 有时候它很难消失 就像石头一样的 这是一个 那么娘比较多的时候 枪会包裹 它还可以骨化 骨化肾 因为有血把他取了它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也起我们注意 就发现我们开刀啊 因为很多的手术啊 这个小孩和老年人 血管鼻塞没有 有很多改变成绩 腹育里面有改变成绩 神障走症里面有改变成绩 小孩 老年人 所以发现我几个老年人 几个血管鼻塞没有 有很多改变成绩 这就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补改 导致补多少 怎么补法 这是我们研究的 很多你们都可以改 都不改 是不是呀 实际上需要那么多改吗 所以这个引起我们注意 这个不然对我们这个集体有影响 有影响的 这是营养不联系改化 改变成绩在坏事中 这是一个结合引起的坏事 然后改变成绩的你们 它的结合品好点了 改化点了 这就是改化 改变成绩 干的坏事 你们不是什么改变成绩 但是这个你们啊 果然还有结合感觉 当记忆的几个力 讲记忆的时候 果然复发 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好 下来我们讲讲 不可离的死开 细胞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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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有 坏事 和apoptosis 叫我 首先我们看看 什么叫做 Necosis 坏事 它的概念 坏事 狮子 呼气 绝部的细胞的 病例性死亡 我们称为坏事 活体局部的细胞的一种病例性死亡 我们称为坏事 称为坏事 坏事的形成学的改变 有的同学说 但是文老师 这个我们有时候常跟走 跟走的时候缺处很困难 缺处多了吧 没有坏事的缺处了 缺处少了吧 坏事没缺干净 他又穿孔 常穿孔 这个都很麻烦 那你这个从冰净球来看 坏事的柔眼形态有些什么改变呢 那我真的从你的身上讲 当然我原来也是福寿医院的外国医生 实际上搞得不长 不长 那么呢 坏事走着是误会色的 没有光彩 他没有身上起屋 没有血管波动 我说我这个肠子 我看到这些坏事 我看到相应的肠膝的动物 他是不是有波动 他一般是没有波动的 而且呢 缺感没有轩缘扭出来 没有感觉 没有人动 那肠子都不无动 那么你怎么说 他坏事的肠子 你在冬天里面 怎么用温开水 用这个纱布把它敷一敷 那么呢 这个肠子它会恢复于不动 颜色恢复回来了 那就没坏事 所以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好 但是 我们病理 不是根据这个流眼来 就整理它是坏事 或坏事是什么的 我们主要是根据细胞 特别是细胞害 来整理一个肘子或细胞的死亡 主要根据喝的 喝骨瘦 喝水的 喝溶解 来整理一个肘子 或者细胞死亡了没有 我们看看 这是个人生细胞 那么它的荷膜 它的卵色质 和人都非常心臭 当这个细胞坏死以后 它的荷脱水 荷酸分泌增多 那么它就软色的生气 酸和瘦毛瘦软色的很深 所以这叫喝溶溶瘦 喝溶溶瘦的特点 第一 细胞核变小 那么它软色加深 为什么变小 因为坏事要脱水 脱水 瘦瘦 其一变小 它为什么要软色深呢 因为它喝溶多 它和瘦毛瘦软色做深深 这是一个 由于蛋白分解没有的分解 荷毛就破溶 破溶以后 卵色之崩溶 成了河头垂变状 就叫做喝溶溶 莲因 荷毛破溶 卵色之崩溶 所以它形成喝溶溶 即使蛋白分解没有的分解 这一游戏分解没有了 那核酸也产生少了 就染不上颜色了 那也崩溶了 就叫做喝溶溶 喝溶溶 喝溶溶 我们比你整的一个 肘子和细胞的死亡 主要是根据 喝溶瘦 喝水泥 喝溶溶 这三大能源 这是一个 那同学们就问 那细胞很有这种变化 细胞将有什么变化呢 细胞一样 变成细磕的状 最后将会破裂 整个细胞崩溶溶 那么尖子呢 这个尖子呢 是戳马呢 尖子呢 那么它就会 胶原腔会肿脏 溶溶 慢慢分解 整个组织 化石变成一片红染的 模糊的 没有结构的这样的物质 这就是化石 所以第一要说明 坏死的病例整的根据 是根据是什么 喝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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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 第一要说明 坏死的病例整的根据 是根据是什么 喝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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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西方死亡的 它是生前死亡的 野兽喝溶溶 喝溶溶 喝溶溶 他死后之溶 也喝溶溶 喝溶溶 喝溶溶 那么 我要讲一个 坏死或死后之溶 走得怎么区别化呢 他说死后之溶的 不是生前的 我讲一个 不识给大家听 在某一年 突然 一个人打个两话 他说 我们在隔壁 家里有一个 雨童子死掉了 他的男人 要马上做事 要我们帮忙火滑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雨童子 后 后准部 有个空 有个洞 这是不是有问题 我问我们 我说你不要问我们 你马上到 长安市公安局 行政队 找那个谢队长 当时的姓谢志勇 我说你找他 要他们来找我们 好 他这个人 我就把他讲完 我告诉他 这里他又找我们 那么后来做死的解剖 做死的解剖以后 我们就检进他 这是生前的身上 而不是生后的 是的 因为他在南极讲 说是在台湿起的时候 捧在这一个市桌上 捧这个窟窿 那不是死的以后捧在 而是生前的身上 我要问同学们 我们怎样检进他是生前的 外伤身上呢 还是死后的身上呢 怎么检进呢 怎么检进呢 小福你找他 起来找他问题 生前的坏死 他有炎症反应 还有一些血管的一些冲血 还有出血的反应 好 说得很对 顺症反应 在生前的身上 他有少量的中性不燃细胞轻润 有炎症反应 在怀死的周围 有充血除血胆 或炎症细胞轻润 而死后没有反应 没有炎症反应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回答得很好 不错啊 好 这个我们要看看细胞怀死的 黑与江里边话 你看 这个有些这个 黑丽龙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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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黑丽龙兽 还没看到黑了 看到什么黑了 没黑了是不是 这个情况 要大家看看这些 以后你们死期的时候 要看这些缺片的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我心中丘 我心中丘 它那么怎么呢 黑丽龙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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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看到轻易丽龙兽 好 你看这个 这一个 黑丽龙兽 看不到黑了 看不到黑了 是吧 黑丽龙兽 好 下面讲讲坏事的分裂 全国的教材 坏事的分裂 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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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丽八百分裂 都有一点区别 但是都是大同小一 都有大同小一 不外的什么分裂 我将所有的坏事分裂 分成三大内心 第一 凝固性坏事 第二 一坏性坏事 第三 特殊类型的坏事 这文章是分裂 其他书以后 结合其他书 看可以 那么我们 主要是将坏事分为三大内心 凝固性坏事 一坏性坏事 一坏性坏事 和特殊内心坏事 特殊内心坏事 这个 我给大家搞清楚的心 搞清楚的心 那么呢 这个 首先 看看 和 固性坏事 凝固性坏事 凝固性坏事 什么叫做凝固性坏事啊 坏事 所以 因此 凝固性坏事 飹饭 干燥 坚实的骨体 凝固性坏事 经enc毐 这我们称为凝固性坏事 坏事总之凝集成灰败干燥坚实的固体 为什么它呢?因为它蛋白脂凝固没比较多 蛋白脂比较多 凝固没比较多 所以它也会产生这样的 上间的这些部位 你譬如心肌根实 皮根实 绳根实 这些部位一般都是这样的坏事 它的病病怠点 路远 灰败坚实 但是估计 相互经下来有什么怠点呢? 喝什么? 喝龙手 喝水 喝永洁 整个坏事 但是这种坏事 我要提醒大家 凝固性坏事早期可以看到走织结构能播 因子能播能看得到 但是一坏坏坏 这些坏坏事都不用看到 所以在凝固性坏事早期还可以看到走织的能播或因子 这些人兴起我们注意 那么在相互经下 喝龙手 喝水 喝永洁 那么周围变成一片红染的没结果的物质 周围会有充电数学代 这样一个情况 好 这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生根实 我要问大家 坏事营迹是灰败干燥坚实固定 它一开始就是灰败什么?不是 坏事刚开始的时候是昂红色 后来变成紫红色 然后慢慢吸收 变成什么? 灰败色 灰黄色灰败色 是这样的 开始的 一开始就变成坚实干燥的物质吧?不是 开始坏事是肿脏的 慢慢脱水才变成干燥坚实 是不是这样呢?它有一个过程 我只讲它的结果 我讲它整个过程 要注意它有一个过程 所以接着几乎跟大家讲一下 好 这坏事 同学们 这坏事物 这坏事物的颜色不一样 什么原因呢? 是不同时期的根实 比如说有些窩心种类细胞 有些酸子它想杀 种子也杀 所以很多大小不一的根实烧 但是不管哪种根实烧 它往往都是三角形的 兼指向 血管 骨音 中性 为什么? 因为 你们看 这是个东北 它有分支 这个东北一走出来以后 它的根实就成了 这成的模型呢?三角形 三性 是不是这样来的 与血与骨音 分布有关系 但是心机就不一样 它是低头状态 因为它浮现五活支 五活支非常丰富 所以的话 它就不想这样进行搜索 进行搜索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 刚才同学们说的很得 这是不同时期的 要注意 它根实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表面有深处 有炎症 它甚至或 胸膜贼尽 又浮膜贼尽 沾脸 连脸 它引起痴痛 对不对? 它有炎症反应的 炎症反应的 注意这个问题 这根实环是根实的 刚才是根实的 这一个是整上的 这是交给的 这也是出现数学代 这是一个数学代 这样一个情况 下面我们讲一讲 理会,fractive,ne curruses,野化性坏事 野化性坏事它的概念就是坏事走织变成一体 或者形成枪,我们称为野化性坏事 野化性坏事,我要大家记住的上限的野化性坏事 哪些走织,哪些状况是野化性坏事,哪些情况是野化性坏事 特别是野化性坏事,主要是在记住 一个是脑活积水的坏事,一般是野化性坏事 为什么?它的水分多,粘质多,蛋白质凝固没少 所以它一般是野化性坏事,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农种,因为农种它是大量中性白气泡 大量中性白气泡温解后,它产生的蛋白分解围 使局部的肘子,这些种类要溶解,形成一个浓腔 是农种,所以它是蛋白分解围,分解以后 变成野化性坏事,要注意这问题 还有阿米巴坏事,阿米巴是永肘子梅 永肘子梅的作用,实在变成野化性坏事 还有死方坏事,这些分解围 所以,这些是药一坏事,这些种类,大量要集中,R要集中 你看,脑的药一坏事 但是脑的药一坏事,你要做CT的话它有一个枪 它是人的狼种,是个狼种,肿瘤都可能的 为什么药一坏事?会有什么凝固症症? 同学们要结合凝固症 好,你像阿米巴干农种 阿米巴干农种,一照片,CT检查 这块一坪面,怎么样怎么样? 它有时候说农种,有时候说什么什么 窩心肿瘤,坏死,变成狼腔了 但这个病例如果有低伤 如果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他总是在一个无定热块的地方痛,你又穿下来 然后把他抽出来,果浆塞的 再送到病例去检查 看到阿米巴了,那没话讲的呢? 把他抽干净,管理你,我进去就好了 就行了,就改进问题 所以,这个医生要勤勿 要经常去看,动脑筋去想 不要,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有的同学非常的有功 那对鸡面指的,他非常的欠 有的就分析啊,这可能,那可能 这可能,那可能,那可能,那可能 最后对不出个结论出来,也是麻烦 好,你看这一诗农种 局部划农性炎脂,大量的中性白细胞 它产生蛋白分解为,使用解鲜化形成农意 这些东西 这些脂肪坏死 脂肪坏死 脂肪细胞都没有了吗?坏死了吗? 他周围有炎的细胞亲人吗? 中心白细胞亲人吗? 这些东西,是吧? 这就是脂肪坏死 好 我们讲的,坏死分三种内心 一,是凝固性坏死 二,是一坏性坏死 第三,配数内心的坏死 但是我们的书上是怎么讲的呢? 将坏死分为三种内心 第一,零化形坏死 第二,云化形坏死 第三,枪固死云坏死 你后面讲的,还有几种特殊内心坏死 那我把枪固死云坏死也受特殊内心坏死 我在后面讲 特殊内心坏死 首先一个我们讲 首先一个我们讲 Castos necrosis 整个故事给大家听 在2006年的师父 有个学生上科 他带着他的妹妹来看病 下面说他妹妹进不整个多国的总盘 是窩心淋巴牛 家里鸡都不得了 窩心门是窩心中牛啊 是不是?鸡都不得了 就是说一二节上科 三十节的时候 他说文章说 你是不是跟我呢 那个时候我们在老乡亚 那个老小区 他说你是不是能带着我去看一看病 我这个妹妹说 行 农村那里 我就正好歪口 我有个学生在值班 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么多总监 我看他有点 我也怀疑他不想窩心淋巴牛 我说你跟他走一个by opposite 活动检查 走个缺片 他开始准备 哇 又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你不要搞得心 摸着摸着看着 还找我们的扫描 干什么呢 能浪费钱啊 他农村那里有那么多钱吗 是吧 直接走一个 全面检查 你打开以后 出来以后 他告诉我 我那时候好消息 我说什么好消息 他不想窩心淋巴牛 我说窩心淋巴牛 什么样子 窩心淋巴牛 窩心淋巴牛 像鱼一样 他现在这一种 你们坏死很多 像干脑一样坏死 我说什么叫干脑一样坏死 来了 干脑一样坏死 他是一种特殊内心的凝固性坏死 尚间一举巴护了死死 结合坏死 坏死走之分解彻底 结构消失 楼眼 舌黄直松懒 就像奶螺一样 成为干脑坏死 我们这个学生修得不错 修得不错 他说怀疑皆黑 后来我们做了比你缺别检查 做了比你缺别检查 果然不错 这就是他的缺别 干脑坏死 大概干脑坏死 这有结合结界 是有结合 非常清楚 后来我得咬自己回去回去回去 可以你结合哟 这个怎么样呢 就是不要不要了 不是恶心肿瘤 高恶心已经回去了 你还要做尸体 还要扫描 我这样拿高一大堆钱 不能了 我们当医生的 能备病人省钱 就今年省钱 所以呢 这就是干脑坏死 干脑坏死 这个是干脑性肥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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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跟他取的名字叫做奔马脑 像跑马一样的阶害 脑里脑 发展非常快 为什么 大量的干段坏事进入了血液 大量的阶段坏事进入了血液 军确症 冬确症 中毒性休克 都是死亡 所以我们医生就这种病人马上就一抢救 不然就有粗稳气的 这个标本是要大家看到 像干段坏 黄色的肢底表松软这些东西 干段坏是个什么样子 就是豆腐炸样的 就是我们 夏天就把牛奶化在我这煮一下 那样一坨烂灶灶的东西 那就干段坏事 所以 大家应该有机会 这就是这个病人的 干段坏事 你这看走织结构 还看得到吗 凝固性坏事 看到走织结构 他还看得到这个走织结构是什么拿来的吗 所以他是特殊内心的 凝固性坏事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把它归到这里面来 就这里 是不是只有 减害才有干段坏事 不是 有些肿牛 也可能产生干段坏事 有些梗死 也可能产生干段坏事 注意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的 要允许我们注意 下面我们讲一讲 Fathe Neclerosis 脂肪 坏事 你们书上也讲了 这个我把它归在 特殊内心的 叶化性坏事 它是叶化性坏事 是一种特殊内心 主要有 媒介心和外伤性两种 媒介心 潜在监于极性一线 一外一 并非激化 是一线自身消化 和一周的脂肪 分解液化 后者 监于 五项外伤 脂肪细胞 破裂脂肪外一 这些重要的概念 我都要跟同学们 写起来 加深同学们的记忆 记忆 这里面 我要讲两个故事 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 急性医线炎 在1986年的时候 悦阳地区 曾经 有一个病人住院 他是学医生病 头天晚上都很好 第二天死了 他是原来继续有点举理之功 当时人都围着这个意愿 要讨说法 为什么我这个病 以前都是很好的 现在为什么确定都很好 晚上打了马拉 打了铺开 今天早晨就死掉了 老子哄哄的 要我们去看看 就到了圣经里面 圣经派我们去 我们一看一调查 要做实力业报 以实力业报就发现 他急性出现一坏事 导致于即死 回来问他老婆 他老婆哭哭啼 我的男人非常好的 昨天晚上回来 我还跟他 等了这么大把猪脚 喝了白衣 喝了三两酒 很好的 我说完了 丢进去晚上 保育博士出来的问题 由于他晚上 保育博士 导致他这个 急性医线炎 发作 死亡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故事 要跟大家讲清楚 那么 五项外伤 上次有个鱼孩子 他的下面诊弹 是五项的 一个总款 下面诊弹五项的总款 是一个 这个 脂肪揉牛 模型揉牛 来挥执 我们一看 看到这个细胞啊 这么大个的细胞 啊 这样细胞还这么小小的 这就是很多的这样的大细胞 这样细胞 啊 那么呢 这些细胞怎么样呢 是吞死了紫色的细胞 吞死了什么 叫做叫做 泡沫细胞 啊 泡沫细胞 它是 什么样的泡沫细胞 是吞死了那些脂肪的 吞死细胞 而变来的 而变来 它不是窩心中的细胞 不是窩心中的细胞 所以你不爱不爱再不爱开刀了你回去 所以 这一个 这些东西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 这里有个改章 改章是什么意思 就是改样和脂肪酸结合 如果我们在遥阳地区的一个势体解放 它的大网膜上面和风波上面 都有改造 有这些像石头要能够的东西 我们一打开看 就 基本上 这那是 极限出于坏事与经验 死亡的 啊 死亡的 啊 这个名字是很简心的 啊 很简心的 这是脂肪坏事 啊 脂肪坏事 分解坏事 那么 腔位身杨坏事 腔位身杨变形 我上次出了一个死肥体 死肥体怎么说的啊 腔位身杨坏事 就是腔位身杨变形 啊 fibrinoid 内科罗斯斯 就是 fibrinoid 你将那里行 这死肥体 对不对 啊 是我错了呢 还是 怎么样呢 咱们下谈话再讲 下口了 留待大家 火候思考啊 完了 下口了 那么 最后 我们再去 撤上这些 大脂肪事 都不会有 这么个人 腹 长 长 子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